歡迎收聽這期台北亂角散步小吃喜劇閒聊 是流電台現在時間是2023年3月26 禮拜天的晚上 下午5點11分 OKOK來到這個台北羅漢甲時光了哈 這個又是一集比較提早 盧茲的Podcast下午時段 你知道嗎周末最精華最 慵懶的時段 在這邊很榮幸的能在這邊 錄製我這個 寂寞的小Podcast 好不好 今天是相對比較冷的一天 你有趣你知道嗎 天氣突然忽冷忽熱的 讓人真的是措手不及呢我跟你講 但是呢這倒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剛才在看說 這個下雨好像說南部有缺水嗎 因為其實 中南部好像每次遇到冬季的時候都會缺水 因為他們 中南部好像冬天都不太下雨 就是 有時候我在北部的時候就在想說 媽的台北的冬天一直在下雨真的是很鳥丹 但是我在想 在中南部的人 可能會覺得乾他媽的每天都熱的要死 怎麼還不 下一點他媽的爛雨出來 給大家喝點水什麼的 因為這兩天有下雨嘛 然後我想說那應該你知道嗎那個中南部的那個 那個 那個漢災 那個漢象 可以稍微減緩 結果我剛看新聞他們說沒有 都沒有下到 極雨區你知道嗎 他們說這個雨好像都下在山裡面 然後那個水庫的地方都沒 沒有什麼雨好像看那個正溫水庫一塊要乾了 還怎麼樣 真的是很悲慘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說奇怪為什麼以前好像聽過有人說什麼 因為現在好像有那個 南電 北宋 那我就在想 現在好像聽到有人討論說什麼 北水南宋之類的東西 都沒有看到 有那些消息 因為你知道台北 台北可能相對還好可是你知道像什麼基隆啊 宜蘭啊 他的冬天真的是 下雨嚇到啼笑 尤其是基隆好像 應該說基隆整年都在下雨吧 基隆好像 一年365天有250天都在下雨 365天裡面有250天 都是下雨天 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 想一想也覺得真的是 基隆人的皮膚應該都很水潤吧 應該都是富含 相當的坦性 不需要磨什麼保濕乳液 因為他們走在路上每天都可以 有免費的那個 你知道嗎保濕噴霧一直噴在自己臉上 真的很可怕 250天好像台北好像不到200天下雨 但是通常都集中在冬天啊 然後以前 前幾年的時候台北冬天真的比較 今年比較還好 今年因為像前幾天都是好天氣嘛 今年冬天就比較不會下雨 然後就覺得好像還好 但是之前冬天一直下雨的時候真的覺得 趕得蠻好快起笑了 知道嗎真的是快起笑了 今年冬天我還有時間可以讓我眼睛去曬太陽 調整我的作息 真的是 應該要真的是 跪在地上感謝上艙了我跟你講 雖然說我不知道上艙到底存不存在 但是 他每天曬太陽讓我眼睛照著陽光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跪球 跪卸他了是不是 應該跟他好好來個 謝天一下 謝謝老天啊 讓我可以好好調整我的作息 對啊 不過那個北水南宋好像 聽說我剛看他們說什麼好像一些作業上的問題 因為好像說什麼 台灣的地師 太靠腰了 好像那個 而且那個河流都是西 往西邊跑的 你知道東往西走 所以說那個水 他每次那個水管到某個地方他就會 被那個 那個什麼 山嗎 還是那些什麼水壓的問題 因為好像水壓不夠的話 他也流不過去嘛 因為水畢竟是不是 什麼 水往低處流嘛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水往低處流 什麼 早上是告訴你 人要謙卑的是不是 還是什麼 還是說那 那不是這樣講 水往低處流 人往高處爬 貝蛾往火裡飛 猴子喜欢上大街 这是不是另外一则新闻 猴子还是沸沸啊 好像有沸沸逃出来 管他的 反正人类也是一群猴子嘛 让一只沸沸在路上跑来跑去会怎么样 但如果有安全性的问题的话 可能会的确是怎么样 但是那不是我管的重点 那我有一点太久没讲话了 我觉得喉嚨有点坎坎 因为你知道最近刚好 我家里面你知道 家人都不在他们都出远门去了 所以这一个礼拜 小弟我一人当家做主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吧 好好的自己一人享受这个孤独的感受 对啊 不过这个等一下再讲好了 你知道我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也是讲了OpenMine 不过这礼拜OpenMine 啊 真的是 那讲的就不怎么样 如果满分100的话 我帮我自己打个30分好了 因为其实写的不是特别到位什么的 对啊 然后看看其他人就觉得啊 其他人还是蛮厉害的 真的是 现在已经不能心存侥幸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我都会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样子 我每次想要讲笑话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 我其实是一个喜欢写新笑话大于喜欢讲旧笑话的人 然后你知道OpenMine又是一个最适合 通常OpenMine就是拿来试新笑话的地方嘛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写一堆新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中 然后我也不知道写的东西到底好不好 然后就上来试 但是一般正常的做法应该是你要心旧交叉 你知道吗 你那个笑话不能全部都是新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讲的东西 观众会不会喜欢 应该是说大部分你讲的新的东西 观众都觉得你妈讲这什么 嗯 狗屁垃圾东西 所以其实一般那种比较专业的 或者是比较熟练的人 他们都会心旧交叉 比如说第一个 比如说他五分钟 他一分钟讲一个笑话好了 他第一个跟第二个可能是用旧的 呃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可能是用旧的 然后中间塞新的 或者是他可能更其他的交叉 或者是各半什么的 中间你知道调配一下什么的 这是一个比较熟练 然后尊重观众 乐听角度的方式的写法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笑话新的没中的话 你可以用旧的去 赶快去把那个气氛拉起来 观众会觉得哇 这个人其实还可以嘛 我果然是还听笑话的 什么笑的 呃我完全是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我完全就是一个 他妈的超级自嗨自爽 然后自己自以为写了一堆 乱七八糟 狗屁垃圾的东西 然后在台上试到我爽为止 的那种烂卡 超级妈的 自己自爽的那种 我把open mic的观众当作我的 卸誉工具 你知道吗 我就是写我自己装的东西 就算他们的脸已经觉得 有点扭曲 然后甚至都已经低头在滑手机 我还是继续讲我 他妈是刚写那些垃圾新的笑话 我这礼拜我好像从第一个 笑话连续烂了三个吧 到第四个才勉强稍微的 有一点起色 但是我那时候起来讲了一个那种无聊的那种 麦当劳笑话 啊干 我自己是觉得很无聊了 但是观众好像觉得还可以 可能那就代表前面的东西真的太烂了 烂到观众已经觉得好烂 你这个我已经可以稍微给你一点鼓励了 那种程度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真的是这么喜欢 全部都写讲新的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想要 因为我想说我要试吗 我当然是 你知道吗 讲笑话真的是很 我跟你讲如果我真的是有那种时间管理大师 他出现然后他看到每一个 喜剧演员的作息 也不是说喜剧演员 就是做喜剧表演的人的作息 然后他知道说 你为了要上台讲 五到六分钟的笑话 你必须要花大概两三个小时 再一个你也不喜欢去的酒吧 然后你喝你不喜欢喝的饮料 然后待在也不是那么舒适的空间里面 然后抱着着非常焦虑的心情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跟一群不认识的男的 在里面挤来挤去走来走去 然后脚还感觉撞到彼此 然后重点是他那个遮挡的布帘 还有点臭臭的你知道吗 那个布跟你讲 他那个布是一个黑色的很像那种窗帘布的东西 我给你保证那条布 就是你知道吗 把那个后台跟那个前台隔开来的那块布 然后很多表演者都会在那个布后面稍微偷看 看今天有多少观众啊 然后稍微偷听前面的笑话什么的 所以那个布 他虽然是黑色的 但是 他已经有些褪色了 或者说褪色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念 但是呢 那块布我跟你保证 他从二三 林森北路那间店开到现在 应该已经两三年了 他一次都没有洗过 所以那块布真的是 我每次摸的时候觉得 干这个摸起来就像是小学那种 羽球拍一样你知道吗 那个汗臭味 那个多少 多少荷尔蒙发达的男子摸过的那个味道 因为你知道表演者几乎都是男的 然后那个布 然后男的摸来摸去摸那个布 或者是他上台前他要把那个布连拉开 然后走出去 所以那个布 然后那个地方每个礼拜又有表演 那个布大概已经被一千两千个男人摸过 那块布才是真正的欠人展 你知道吗 多少男人摸过那块 不知道要创他小的破布 然后我每次都已经觉得 干我真的是很不想摸那块布 那块布你根本 你还不用摸它 你只要走靠近它 你就可以闻到一股 些微的汗臭味 那个就是 该说是汗臭味 好像是说 那个已经接近那种 路边流浪汗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就是不太那个舒服的味道 但是 你还是 你没办法 你要上台有时候你还是要摸 所以你可能就不要摸 那个很多的摸 你可能要先比较下面 或是拉比较上面的地方 但是还是一块很臭的布 就像是你玩那个 国高中你打羽球 那个杆子那个握把的地方 就是臭到爆炸 你不管握高 或握低 都他妈臭到爆炸 所以说你可能就是握在 最高的把的时候 人家说干你干你握那么短 你想要去杀球是不是 那人跟他说不是 因为那个手把臭到爆炸 什么的 你也很难去解释 就是你不想摸这个东西 但是没办法 你要表演就是摸那个东西 所以说每次 我在后台表演的时候 尤其是讲很烂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 怀疑自己的那种 在我的人生没有更值得 花费的地方 我的时间不能花费在更 更值得利用的地方 所以我刚刚讲了 如果今天什么时间管理大师 彼得杜拉克 转世重生 会途转生 他直接出在我面前 翻把眼头上贴一个符咒 什么的 然后看到他 我就看了尖叫 你是谁 然后他就 我是彼得杜拉克 然后我就说 干你为什么会出现 怎么会这样子 天哪 彼得杜拉克 管理学大师 现在变僵尸了 搞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就 我来告诉你 怎么管理你的时间 首先呢 不要再浪费时间 写那些无聊的自慰笑话 之类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彼得杜拉克会讲什么 他的书我只看过一本 我哪好发现 干这个人 他写的东西我也看不懂 所以我也不看 但是他应该很屌啦 他应该很会管理时间吧 是不是 不过他也挂了 所以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会管理时间 因为他死无对症 反正不是重点啊 反正重点就是啊 讲些话真的是很花时间 然后 所以说你每次花那么多时间 你就会觉得好吧 那我是不是应该好好利用一下时间 所以你想说好不好 我学新的 我写四个新的 只要有一个重 至少就是可以用的 你知道吗 但是其他人可能会写五个 稍微短一点的 然后交叉一些新旧新旧 所以说就算他们试完了 最好的状况就是 他们试完了笑话 但是他们也丢了一些旧的笑话 然后观众拉实的笑话 但是观众也不会觉得很不爽 观众也觉得那个气氛是很不错的 你知道吗 像有些资深的表演者 甚至有些厉害的表演者 甚至有些厉害的表演者 像我上礼拜看到那个 品贤啊 那个之前的那个脱口秀大赛 他就是 他的节奏掌握就很好 那观众看来就很满意 跟他相比我他妈 我根本就是上台 不过呢 讲实在话 世心教话 如果真的适中的话 你还是觉得很爽 有点像是赌博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他妈的 准备了四个新的东西 我随便中了一个 我就觉得 干我他妈的赌到好爽 就是一种赌徒的那种心态 你知道吗 所以我可能 有点心理疾病吧 你知道吗 可能跟我早年的 你知道吗 玩太多股票有关系 你知道吗 玩股票就是喜欢赌大的 找短线什么 你知道吗 我可能就是这种心态 我就是想要赌大的 你知道吗 写四个烂灶爆炸的消耗 就发现有一个可以用 说干他妈的 挖到金矿了 爽死我了 今天整个晚上 花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站在这个 你知道吗 狭小的空间 跟一些不认识的人 然后 看着一些奇怪的 表演者 然后闻着那个 臭臭的那个布脸 这一天 花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这个地方 终于值得了 因为我试到了一个笑话 我试到了一个 让观众笑一分钟的笑话 虽然说他只是一个 描述我老二的笑话 但是呢 还是很值得 你知道吗 我只是假设啦 假设警禁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说真的 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 不过呢 就这样子 对 不过下礼拜可能 最近想试的东西都是喔 下礼拜可能休息一个礼拜吧 稍微 对 虽然说四下 要归四下 但是真的是 没有写好 还是落差蛮大 有没有认真写 还是落差很大 你知道吗 所以可能还是要稍微想 想好 写好 再去表演 看我今天的声音 好像特别虚弱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喝这个 红茶的关系 还怎样 有可能是因为我很久没跟人讲 很久没有讲话了 我礼拜五可能 表演完之后 当然跟喜剧的人讲 丹尼啊 德楚啊这些 喜剧的人讲话之后 我今天六日 我可能两天都没跟人 没跟人讲什么话吧 因为我家里都出远门了 我爸 他说要去做生意 然后出国去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 在干嘛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 七几岁的人到底要做什么生意 你知道我也没看他拿钱回来 所以说 反正他还干嘛就干嘛 他七十几岁 管他是不是 那我妈 你知道吗 跟他朋友出去玩了 出远门了 当然是为他们老人家感到开心 毕竟他们奋斗一辈子 现在身体还可以动 都六七十岁的人 趁现在身体还可以动 出去玩玩 其实也是蛮好的 因为其实 这个社会好像就是这样子吧 你好像就是必须一直工作工作工作 工作到真的是 你已经六七十岁 有些人比较早 可能五十几岁 然后他存够钱他就停了 但是有一方面 可能有些人是因为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发现他干 他再工作下去 他可能一辈子就为了工作活 所以他就停下来 然后就去玩什么的 那你知道看我 我的父母 他们目前身体健康 状况可能 可能有一些小问题 但是都还可以自我 你知道吗 自我 自我行走 还是怎样 他们都还可以走动 所以还算是健康的状态 所以说你看他们还 甚至现在出去玩一玩去 终于你知道 他们也是到了这个 可以好好放轻松 你知道 享受一下人生的年纪 但是与此同时 我会过来思考自己 你知道这个礼拜我一个人 跟我自己独处 然后就发现 干 我已经很久没有真的一个人 独自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都没跟人讲话 这么长的时间 嗯 但我现在是跟大家自言自语 是另外一种模式 这是不太 跟人讲话跟自己 然后跟现在这种 跟自己讲话那种 状态其实不太一样 嗯 但是跟人讲话 真的是 唉 虽然说我很不想这样讲 可是我活到现在这个程度 活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到现在有发现 其实人真的是 社交动物 你知道吗 真的是还是需要 稍微跟人家交际 就是你很难一个人 独活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 虽然说你知道 有时候跟 我之前跟室友住的时候 我算是觉得干 室友真的很 有些时候他们很吵 或者是有些时候 跟室友你知道 共享厕所啊什么 你觉得有点麻烦 但是其实总共来讲 我还是蛮喜欢 跟室友一起住的 因为跟人住 其实最大好处就是 你不用一个人面对 你知道吗 这整个世界的孤独 就是你不用一个人 回到房间里面 然后发现整个房间都是黑黑 黑妈妈的 然后你想要讲话 也没人可以讲 是不是 像我之前的室友 算是蛮多类型的人 但是 有时候 有人可以聊聊天 还是蛮好的 人真的还是需要一个可以 讲话 也不是倾诉 就是稍微可以讲话的对象 还是很重要 你知道 像我现在三十几岁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 没有一个人住 因为之前都是跟室友住 然后后来搬回家里 我父母几乎都在家 然后有时候觉得 啊跟父母住真的很烦 对不对 因为他们 你知道习惯也跟你不一样 然后你之前 虽然说你跟室友住 但是你相对来讲 比较自由嘛 比较快活是不是 但你回家住 其实啊久了 其实也习惯了 你知道有时候 跟父母讲个垃圾话 也是还ok 你知道就是 讲一些无聊的话 什么的 你手机都不会用 你妈搞屁啊 只会拿来看YouTube 之类的 但是你知道吗 真的你一个人 跟自己独处的时候 才发现干 因为他自己 你知道吗 活得如此的空洞 然后你知道 我后来想一想 因为我现在也不淹 我也不喝酒 是不是 我其实现在也没什么 我现在也没在打游戏 我几乎已经把我这个人 所有的习惯 都已经剥除掉了 我已经把我的 你知道我 我真的是很信奉那种 该说信奉吗 还是说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一直把自己 就这样忘记看哪里 他就是你如果把你 那些外在东西都剥除掉 到最后 你剩下 就是你真正的 你知道吗 就你把那些外在东西 都剥 都去掉啊 你知道把那些什么杂物 都去掉啊 把你的多余的衣服啊 把那些无用的兴趣啊 把你所有东西都去掉 你就只剩 你真正的 自我在那里 然后我发现 我把这些东西都去掉 然后看着我自我的时候 我发现 干 原来我这个人 他妈一无所有 你知道吗 其实你把所有东西都去掉 的时候发现 干其实我的妈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知道吗 除了孤独之外 其实每个人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然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你如果真的一个人 还是说其实大家 其实真的 完全一个人的状态 其实蛮困难的 因为其实真的外物 去工作嘛 你上班的时候 不可能一个人啊 那你如果住家里 家人 不可能一个人 那如果你有什么老婆小孩 那你更不可能一个人 你几乎 你一直被外物的东西 那个 你不能说外物 就是你一直都 围绕着人在你周遭嘛 但是如果你真的找机会 就像是那种佛教好像 他们会有一些那种静观 还是什么 就一个人把自己 关在山上吗 还是什么小的 山中小屋是不是 然后就坐在那边打坐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坐在那里 观想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 然后才发现 他们内心里面 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想到什么 但我自己看 我发现我内心其实 你知道吗 蛮空洞的 一无所有 你知道吗 但是其实这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 你懂吗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 对啊 反正 我这个Podcast 跟我的 跟我的那个 写的笑话一样 都是他妈处在一个自我 自爽的状态好不好 一个自卫秀 我也不用跟大家讲什么大道理 对啊 但是呢 可能真的如果 人还是要 你知道我以前 认识一个大哥 你知道 他是 这是我们以前 我以前有 我有几个朋友以前我们很爱 一起打电动嘛 那个大哥是某一个朋友 他们在 他在网咖跟他认识 然后我那个朋友 他很小的时候就常去打网咖 然后实际 国小还是高中 欸 国小还是国中就喜欢去泡网咖 那是以前 我们那个年代 网咖很辉煌的时代 你知道 什么CS啊 世纪帝国啊 什么游戏都要去网咖玩 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那间网咖 认识的那个大哥 他马上一起打CS吧 好像他们那时候 刚好一起组团 然后杀爆很多人 所以他们就认识 他们都很喜欢打电动 所以 他们就常一起打 其实年纪跟我们差蛮多的 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同年 但是那个大哥 应该 现在已经快50岁了吧 还是怎么样 后来我们也是 过一个月的 我也是跟那个大哥认识 也是因为打电动 打那个时候是玩什么 星海 星海争霸吗 还是什么 星海争霸2吧 我记得 然后我们都会一起 一起连线什么的 好像我们那时候几个人一起玩 三四个人一起玩吧 而且最夸张的是 我们常常打到半夜 那时候打到半夜三四点 然后那个大哥 也跟我们一起打到半夜三四点 那时候我以前就想 为什么这个 以前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但是现在仔细回想 那时候他大概四十几岁吧 然后发生四十几岁的一个 中年男子怎么会跟一群 不到二十岁的小毛头 在那边打电动打到半夜 你知道吗 想一想就不太对 因为后来他知道 因为那个大哥他 你知道 无妻无子 然后父母也不在了 然后家里可能 也算是家境还不错 然后他的银行上班 没什么其他事情好做 所以他就跟我们打电动 但其实这个大哥蛮多兴趣的 他很多信价喜欢烹饪 然后喜欢玩生存游戏 然后还有什么 拍照摄影 兴趣多元 什么的 家里也不缺钱 他也不缺钱 他好像有些什么 一些那种家里的租产 什么的 但他就是会去银行上班 而最重要的是他在银行上班 他也不是什么经理职 好像就是行员吧 还是什么的 我有点不太清楚 或者他是经理职 但是他在银行就是那种 朝九晚六吗 还是什么的 还是朝八晚六之类的 那种工作 但是你就知道 他其实不需要做这个工作 所以后来有一次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 就是你感觉已经不缺钱 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工作只是为了 赚的钱 只是为了供养他的兴趣 什么的 然后供养他的兴趣 他有个无妻无子 然后上面也没有供养什么父母 所以他就是做这些事 什么的 但我现在仔细想 你知道 我现在也三十几岁 然后 讲实在话 我也没什么 说得上是什么正当的兴趣 但是我仔细想 那个大哥会继续工作 可能也是因为 你知道吗 如果不工作的话 他可能会很寂寞 因为他一个人 不缺钱 然后 虽然说很多兴趣 但是无器无子 这样子的话 如果不工作的话 他到底还剩下什么 你知道 每天面对 就是自己 正儿欲融的孤独 然后自己想象 还蛮可怕 你知道吗 自己想想实在 这个状态感觉还蛮可怕 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吧 所以呢 人还是要找点事情做的 对 对 不过呢 我也不知道 什么跟大家讲这东西 有感而发 好吧 你知道有一天 其实真的是有一天 如果我的父母都不在 然后我就一个人 然后在这里 然后讲极端一点 如果我也不他妈做这些 不赚钱的事情 我都把这些东西都关掉 我到底剩下什么 可以仔细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们这些人 如果你有什么 另外一半什么 应该都还好 或是你已经生儿育女 那应该就不用担心了 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吗 然后你 可能你还有工作 对啊 有工作是好事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那到底还剩下什么 就像僵尸一样在路上行走 想一想也是 好像蛮不对的 anyway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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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最近在开始 丢104的履历出去 你知道吗 所以说应该是 希望会有一些事情做好不好 希望可以找一些事情做 不过呢 这礼拜跟大家聊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些实验啊 嗯 嗯 呃 像我上上礼拜跟大家讲 我在看那个 Andrew Huberman 的那个podcast 他是那个什么 史丹佛大学的那个 脑神经跟 眼 这是什么 眼科的 教授嘛 然后我开始想说 为什么眼科 会跟脑神经有关 后来发现 原来你的眼睛 其实是直接连接到大脑 其实我不确定的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听他讲 因为你眼睛是有一条肌肉 直接连接到大脑 所以眼睛看到的东西 会直接最快速度 传掉大脑上面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吧 反正我就常常在听他 最近常常听的podcast 然后觉得我跟他里面 很多知识 就是 感觉还没有用的 你知道 像是他之前讲的那个 曬太阳 早上起来 早起曬太阳的理论 我一开始是半信半疑 但我必须跟你讲 我真的最近都是 最晚十点会起来 然后平均都是八九点之间 就会起床 仔细想起来还蛮神奇 因为我其实最近 有几天大概 一两点才睡吧 但是我还是 九点多 就会起床了 然后我想说奇怪 我以前不会这样子啊 真的是 他就是说 光靠你知道 早上起来眼睛看太 不是看太阳 就是稍微让你的眼睛有点光照 你不要直接直视太阳 就是让你的眼睛光照进来 然后外加 喝水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其实就可以把你的那个 坐席时间固定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其实每天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 打开窗户 稍微看一下 就算是阴天我也 稍微看一下那个天空 什么的 可能看你现在 最近看的时间比较短了 大概看个几秒钟 然后喝个水 上个厕所 然后就可以直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做一些什么福利挺身啊 什么啊 深蹲啊 徒手深蹲啊 我最近还做一个那种练那个 下背肌肉的运动 你知道吗 最近 发现我那个 我之前九座好像背都会痛嘛 我最近开始强化我那个下背部的肌肉 发现哎干嘛有用的 我现在做一做 至少背部会那么快就开始痛了 所以说你知道吗 身体还是需要一些训练的 不然的话你真的是 就像一台老爷车一样 就不动 就会散掉 真的是很可怕 我做那个背部训练 好像有一种叫什么 超人式 你知道吧 就你平趴在那个 瑜伽殿上 那你想办法把你的手跟你的脚抬起来 一个几秒钟再放下来 这是我偶尔会做一种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 叫什么啊 叫什么龙棋 这个龙棋 我以前在攀岩的时候有练过几次 但是那个动作蛮难的 那好像是 听说是李小龙 最喜欢做的练腹肌的这种方式 就是你 双手要抓住一个 躺在地上 然后双手要固定住 抓住一个东西 之后你把你的整个脚高举过 过到那个头 差不多快要到头的地方 所以你身体等于是一个反折状态 然后到那个状态之后 你把你的脚打直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平放在地上 然后再抬起来 然后再慢慢的慢慢的 听到地上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我跟你讲 我做到现在 我最多只能做五下 然后就去干嘛 那麻布也会通到钥匙 我甚至第一次在做的时候 做两下就不行了 所以你无聊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了 看你的那个核心肌肉到底行不行 这次偶尔真的是 稍微运动一下 之前有跟大家说 我那个浮育领上我做不太起来 是做得很喘 那我最近开始稳定做之后 发现 其实我现在稳定做到二十五 三十下 就是做得到的 就是没有之前那么那么累了 当然还是会有点累 还是会有点喘 但是其实是做得到的 深蹲的话就相对容易一点 深蹲反而就没有 不会引生那么那么累 深蹲三十几下还是可以 所以说你知道吗 就像他讲的 晒一下太阳 然后喝个水 然后做运动 不要太早喝咖啡 他说什么 把你喝咖啡的时间 往后一半到两个小时 对你的那个作息 和你的大脑的一些 什么化学的东西是有用的 然后用了 我就觉得 干其实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 因为其实网路上太多 那种乱七八糟 那种什么偏方 你知道吗 什么奇怪的 现在这个 你知道现在这个网路时代 最可怕的事情 不是没有资讯 而是太多 错误的资讯 或者是你也无法去验证的资讯 在这个网路世界飘窜 就像我现在讲的东西 可能也是一种资讯吧 但是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 专业执照 我来跟大家讲 我只是看了一个东西 然后稍微转述出来 然后就变成某种类型的资讯 但是这个资讯可以验证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它就是一个资讯 你知道吗 所以说其实现在网路时代 有时候反而不知道 到底要信什么东西 但是我在看这个 这个教授讲的东西 反正他是教授 而且他是史丹佛 所以他讲的东西 应该多少有些可信度吧 而且他讲的东西又很长 他每一集都讲一两个小时 然后那边看 然后他讲这段有名字 我也稍微记一下 然后稍微去验证一下 因为他还有其他脑神经的那种科学家 还会讲类似的东西 如果两个脑神经的科学家 都讲一样东西 那应该就有蛮大的几率 他是真的吗 这是不是就是某种三人成虎的一种概念 还是什么 但是反正我也不知道信什么 但是他讲的东西 可以验证了嘛 所以我就尝试 所以说晒太阳的部分 我就觉得蛮有用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建议 你知道吗 那个建议我也实施了大概快一个月 我从三月初开始 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听到他的Podcast 那个礼拜 开始稍微实验 他有个建议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受到那个压力 或者是抗压性很低的话 或者说你很怕冷的话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让自己一个礼拜有几天的时间 暴露在冷冷水或冷空气之下 让自己身体习惯冷的感觉 所以他简单讲就是 你可以尝试去洗冷水澡 你知道吗 难道我看到有想说 放你妈狗屁 洗冷水澡 可以增加我的抗压性 我他妈才不信 是不是 什么狗屁拉炸的东西 当然说什么 因为其实我这个人 我也不觉得我这个人抗压性有多高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这个人应该是蛮 比较偏向比较舒适型的 比较comfortable型的 比较水澡 鸽头型的那种人 你知道 就是比较随便啊 然后比较不会逼自己做事情 如果遇到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我可能啊 比丢了 我就散人了 我也懒得管他 所以我这个人我觉得 我这个抗压性的确是比较偏弱一点 或者说很弱啦 其实就这样讲 我这个抗压性不强啊 不然我怎么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但是呢 他这个人这个教授就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想提升自己的抗压性的话 你其实应该让自己的身体 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 因为其实身体 是很喜欢待在 他说什么 你的身体的这个作用的效益 就是想尽办法让你待在舒适圈里面 但是如果你要让自己的身体 去习惯外界的刺激 或者是遇到一些冲击 你的身体不会这么快的 因为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遇到很大的冲击 怎么讲啊 比如说你遇到很紧急的事情 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你知道 有那种车祸现场 你知道 我之前看到有那种车祸 他就直接撞上去蹦 然后那个碎片还飞到我那个脚上 那时候我看到 其实会觉得有种那种惊慌失措的感觉 就是你会被 震惊到 然后被shock到 然后你就会呆在 呆呆在那个地方 但其实你不应该呆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车子相撞 可能有些危险 你应该要立即做一些反应什么的 但是我可能是因为你知道 这个人不习惯遇到这种冲击 所以说我可能当下就有点撒住 什么小的 但是呢 如果你常常让自己身体 暴露在一些那种刺激之下的话 可以提升自己 遇到这种紧急事件的能力 他的意思就是说 身体其实是喜欢温暖的 是不是 谁不喜欢温暖 是不是 我也喜欢温暖 温暖超市的地方 谁不爱 是不是 我们都是从那种地方来的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你偶尔让自己身体 暴露在他那种冷 冷的刺激之下的话 他说什么 你的身体会激发出那种什么 一些什么肾上嵌素啊 然后你的脑袋里面也会有个什么素的 我有得忘记啊 所以说你的身体的抗压性就会增加 然后他的建议是说 你大概一个礼拜 让自己身体有十一分钟的时间 暴露在冷水啊或是冷空气之下 然后 可以提升你的那个身体的免疫力 或什么小的 所以呢 我这个月呢 就在尝试这件事情 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直接洗冷水澡 虽然说现在三月前几天还蛮热的 但这其实三月初的时候还蛮冷的 所以说我三月初的时候 其实就想说 好吧 我就试试看吧 来洗冷水澡 然后那天我还记得我还特别挑一个白天时段 中午吧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今天算是比较温暖的天气 那天好像十八度吧 然后就好吧那我来洗冷水澡 然后就把那个水打开 然后调到最冷的 然后我就把手伸进去碰一下冷水 然后碰了大概两秒钟 我就说 我不洗了 有够冷的 谁啊 十八度 十七度在那边洗冷水澡 什么嘻笑是不是 所以后来我的折衷方法是 你知道先洗热水 然后再 你那个热水澡洗完之后 再慢慢的 也不是慢慢的 就是再把那个热水阀 一路转到冷水 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冷水 慢慢从热转成温 然后再转成冷 然后炸翻你的身体那种感觉 虽然说也是没有那么舒适 但是呢 也是一种效应 然后看他讲他说其实也是有用 他说你不要让那个水 当然不能冷到你知道 你的心脏病发什么效的 但是他是说让你身体 突然感觉到刺激 有一个那种 shock 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 让你身体突然感受到 哇 那种感觉就是哇 好冷 然后你身体就会开始发抖 开始发热 你的性能代谢就提升 某方来讲你的大脑好像 抗压性会增强什么的 其实讲实在后 一开始是半心半疑 其实大家听到现在应该觉得半心半疑 那我也觉得无所谓 反正我就 反正我这礼拜也不知道讲什么 我就随便讲 但是我 我真的是 每个离 我最近真的是每 至少两天会这样子做一次 你知道吗 稍微用冷水冲一下车体 然后一开始真的受不了 其实刚刚好冷 大概五秒钟就撑不住了 因为我还边冲 你知道你喜欢热水 然后你站在冷水下面 然后这样 冲冷水真的是有种 我就觉得我干嘛 我干嘛 我干嘛那么自虐 我有毛病是不是 我是不是那种被人家欺负的那种 那种高中小女生 是不是被人家罢了 好像有些霸凌的话 就是拿冷水泼泥 是不是 或者是怎么样 我想说我干嘛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冲的时候 我还整个 坐在浴缸 想说干的妈 我在做它小 弱智 是不是 而且我都是用最小的水 那个冷水 然后这样浇在自己身上 我想我干嘛 我是 古代的人 在做什么 水 水型 你知道古代好像那种水型 吧 只把你身体泡在冷水 然后再起来 泡在冷水里面 可是那好像是让你不能呼吸 什么的 反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 逗虐的倾向感觉 我曾经病 一个外国人 一个 虽然他说他是史丹佛 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是史丹佛 一个大屋子 然后一个壮壮的 一个百人跟你说 你应该用冷水洗澡 可以增加你的抗压性 然后我就真的用冷水洗澡 我这个人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吗 我有毛病吗 我弱智吗 什么的 但是你知道真的洗一洗的时候 后来也习惯了 好像你洗那个冷水 冲到某一个程度 大概你要 撑到大概第20秒30秒的时候 你会发现 身体慢慢开始发热 什么的 然后就不会那么冷 甚至我上个 诶 甚至我昨天 昨天蛮冷的 我现在已经可以进化到 我冲完热水之后 我最后 你知道热水关掉 然后就站在那边 然后打开冷水 然后装一桶 一个水桶的冷水 然后最后洗完澡的时候 再拿那个水桶冷水往头 往头上倒下去 其实仔细想一想 好像很多游泳池啊 北会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就是他们以前 其实台湾很多以前早期 就是那种忍热泉 互泡的那种感觉 某方面讲 那好像就是在刺激你的新陈代谢 然后增加自己身体的那个 抗冷的因子 还是抗压的因子 什么的 所以说或许老阿伯做的事情 是有一些智慧的 或许我现在讲的话 越来越像老阿伯说不定 一些身体保健的知识啊 你应该运动啊 让眼睛照太阳 早上喝水啊 然后你知道 偶尔泡一下冷水 下礼拜要跟大家讲什么 我最近去看中医 你知道医生跟我针灸啊 我应该多跟大家讲 要针灸啦 我最近在吃一些什么壮阳药啊 我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在公园跟人家下棋啊 做一些 你知道 有益身体健康的事情 这是越来越老人欸 不过他的概念是说 洗人水澡好像对你的抗压性有效啦 我不知道怎么去验证这件事情 但是我其实以前最近 或者说我一直以来 最常遇到最庞大压力的 通常都是我在讲笑话的时候 就是我讲笑话 然后讲得很烂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羞愧 然后我有时候以前啦 近几年比较还好 以前我会在台上会觉得 我快撑不下去了 然后我要落跑 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 那种 你脑袋会有那种原始反应 就是你要战斗或是逃跑 你知道吗 Fight or flee 好像有一个原始反应 就是那个是脑袋 那个原始的那种机制吧 因为毕竟人 大家都以为我们很进化 那其实我们脑袋跟原始人 没两样 所以大家才会对很多东西容易上瘾 你知道吗 什么手机啊 社群媒体啊 电玩啊 容易成瘾 因为我们脑袋其实 没有进化跟文明一样快 所以说有时候讲笑话 你讲很烂的时候 你会觉得 干我好想逃跑 我好烂 我好羞愧什么的 我以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知道 因为毕竟你在表演 所以你要撑完吧 所以我觉得硬撑完 然后撑完每次下台的时候 觉得干妈的 心脏加速 你知道 觉得啊 什么那么烂 什么小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月开始 我看 这样讲好像有种邪门歪道 我上次讲一种某种偏方 但是我真的觉得 最近应该是冲人水澡之后 我在台上讲很烂 我其实没有那么在乎 你知道吗 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你知道 好像这不是我遇到压力最大的事情 你知道吗 就觉得我的抗压性 好像有些微提升的感觉 这样讲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但是我自己感觉起来 真的觉得 好像我不觉得自己有那么烂 或者是觉得 好像我没有那么害怕 在台上讲很烂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这两个 应该说这三个礼拜去讲吧 像其实礼拜五你要做烂 其实我也蛮烂的 然后照理来讲 如果每次讲很烂的时候 然后我一个人骑车回家的时候 然后在路上我都会觉得 我怎么那么废啊 你知道吗 开始自我变低 可能是 我这种性格 我的性格缺陷就是这样 我太喜欢把自己压太低的位置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把自己 当作那样 落水狗 然后一直处在那个位置 所以 可能 我觉得是我 该怎么讲 这也算是我一个蛮大的 应该说优点 就是我这个优点 他同时可以是优点 也可以是缺点的 因为如果你一直把自己的 那个至尊压很低的话 其实某方来讲 你真的蛮谦卑的 因为你觉得你永远都不够好 是不是 但是某方来讲 如果你一直把自己压得很低的位置 那你要怎么再往上爬呢 有时候想想也是这样子 你不可能每次表演完 然后一次很烂 然后你就觉得 我好烂喔 我休息半年再回来讲好了 等我准备好再回去 不可能吧 是不是 你一定是 就是 就觉得啊烂就烂 继续啊 那怎么了不起 对不对 但我以前都觉得 刚才我好烂喔 嗯 不知道干嘛 是不是 但是其实 但是我喜欢冷水沼子 哇 我现在讲好像冷水沼子 仙丹林药 我就觉得其实 像我礼拜五的时候 我骑车回家的时候觉得 虽然说我觉得讲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骑车在路上觉得 嗯 嗯 那怎样干 无所谓啊 有什么了不起 炸小的 再来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说可能 哎呦 那个抗压性 真的有提升的效果 我不确定我讲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啦 大家就半信半疑 听听看就好了 好像 喜伦师早对心理 有帮助 好像对生理也有蛮大帮助 好像说什么 因为他说为什么小孩子不怕冷 你有注意到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穿很少衣服 就可以在路上走吗 好像是因为 他们身上很多那种什么 一个叫什么棕色脂肪的东西 一般来讲脂肪都是白色的嘛 你有吃过那种五花肉 或是那种控肉 或什么的 那个肉如果是生的话 就是白的 当然他煮熟会变成咖啡色 但是那个绝对不是 煮熟之后变成棕色脂肪 那只是酱油而已 那妈的傻逼 跟那个黑糖而已 OK 你不要跟我说 我吃控肉饭好多棕色脂肪 没有那只是白色脂肪 然后被染成棕色而已 那跟 我现在讲的棕色脂肪 他说什么棕色脂肪是一个发热的脂肪 大家可以去查 我自己有稍微 简单用Google验证一下 你知道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讲的东西 应该某方言讲是真的 但是他说什么 小孩子身上很多那种棕色脂肪 然后棕色脂肪 跟白色脂肪的差别 白色脂肪就是单纯储存能量的东西嘛 所以为什么胖子不怕 不怕冷 好像某方言讲 因为他身上很多能量 还可以慢慢燃烧什么的 但是有些小孩子 他们很瘦 他们也不怕冷 你知道吗 但是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身上很多棕色脂肪 然后他说最多棕色脂肪 是婴儿 因为其实婴儿 你有发现婴儿他们其实 他说婴儿其实不会颤抖 婴儿身上的肌肉 其实没那么多 所以取而代之 如果你他的肌肉 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他如果遇到冷的话 他要怎么保温呢 所以他们身上有很多 棕色脂肪 他可以自体发热 他说最大的差别 就是棕色脂肪 可以自体发热 然后白色脂肪 是储存能量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身上的棕色脂肪 越来越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年纪大就是这样 你没有在用的东西 他就越来越废 可能再过几年 我的老二就萎缩掉 因为我没什么在用 但是反正 好像你年纪越大 你身上的棕色脂肪 越来越少 然后你白色脂肪 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可能 为什么有些人中年发福 就是这样子 那他说洗冷水澡 或者是你让自己 附在什么冷空气之下 什么小的 其实可以让自己身体去激发 你知道吗 因为你身体为了要抗冷 所以他就会慢慢的把 白色脂肪慢慢转成 米色的脂肪 然后再转成棕色的脂肪 他说他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但我不知道他讲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好像这样子 你一直去洗冷水澡的话 你身体会越来越 没那么怕冷 哦 其实我今天起车来这边路上 其实今天算蛮冷 但是我骑在路上 我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冷的感觉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讲的东西根本就是 狗屁狗屁拉扎 但是 你可以继续查一下 洗冷水澡的好处什么的 不确定有没有科学根据 但反正我这个月 你知道就听他讲的 洗冷水澡 然后晒太阳 什么的 其实我还有做另外一个实验 不过那个实验要满 一个月后才能 才算是 完成吧 所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对啊 冷水澡 不过天气越来越热了 他说冷还是要冷到 让你身体有点 些微不舒服才有用 所以说如果夏天的话 可能要泡 冰桶枣吗 听起来真的很自虐 不过冷好像的确对身体 是有一些正面帮助的 他做出了一个可以验证的方法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运动员 他们在激烈运动之后 他们都会泡冰 冰浴吗 还是什么的 就是把身体泡在冷水里面 加速身体修复 还是什么效的 所以说可能有些科学根据 但是 毕竟我不是这个相当科系的人 所以我不了解 呃 不过呢如果你想要增加自己的抗压性 或是 你有时候觉得 上台报告的时候 我觉得好可怕 你可以考虑一下洗个冷水澡 但是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就不要了 好像你如果高血压心脏病的话 可能就要斟酌 因为你的心脏有可能 因为太遇到刺激太剧烈 然后你就突然 中风好像也是有这可能性的 不过一般人应该还好 像我我一开始觉得 干我会不会中风啊 干 但是我还洗的时候 发现其实 好像还好 不过有一次 我好像我在冲冷水的时候 我没有从头上倒 我倒到我的胸口 那时候突然觉得我心脏好像突然 你知道吗 跳动速度的突然 变慢的感觉 那时候讲说干我要中风了 是不是 我要心脏病发了 但是 我现在还在这里嘛 是不是 所以说可能他可以 或者是说 很多人游泳的时候 泡散温暖 他们会泡冷水嘛 我记得我之前去那个北投泡温泉 泡温泉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冷池在那里啊 热池跟冷池 然后你可以交互泡 所以说可能 其实这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 我不知道啦 我觉得不错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这一拜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跟大家讲 好了 对啊 我今天如果 其实我已经连续每天洗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洗冷水 我是先洗热水 再冲冷水 你知道 那我突然想到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洗卷员 某个知名的洗卷员 至今仍然不装热水器 你知道吗 我最后去看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不装热水器 我那时候一直不懂为什么 然后仔细想想 哦说不定他也懂了这个东西哦 你知道吗 说不定他也有在看这个 Andrew Huberman的Podcast 或者是说他也觉得洗冷水其实对身体有帮助 但是我跟你讲 冬天你真的要全洗冷水真的太自虐了 我真的办不到 你知道我光是要热水 然后再把那个热水在最后冲 转到冷水的时候都会觉得心里有点压力 不过呢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洗一些冷水澡 对身体有帮助 今天如果洗冷水澡的话 应该会蛮那个 蛮激烈 因为今天天气算蛮冷的 不过应该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其实夏天 夏天好像就像冰桶 好啦反正大概是这样 这礼拜 就讲到这里好了 我不知道跟大家讲什么 现在才6点我等一下去吃点东西 那今天天气冷气 可以去吃点高热量食物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这一段话可以差不多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